经常钓万斤大鱼的钓鱼佬都知道 这种体型的变异大鱼都拥有特殊的能力 这几个钓鱼先人进的高手 竟妄图挑战这条雷电法鱼 下一秒就被电脱头皮发麻 嘿嘿 表弟 你终于醒来了 嘿嘿 哦呦 胳膊不疼了 连钓鱼都有力气 不愧是我们钓鱼佬 箱口刚好就要钓鱼去 不要钓以轻心 前几日的大鱼不过是普通货色 远不如围攻我的那几条 就是就是 是 它们都有特殊的能力 雷电法鱼 蛇骨枪鱼都很厉害 说的我心里都兴奋了 我们钓鱼老钓的就是大鱼 说曹操曹操道 大鱼上钩了 看力道至少有两千万斤 愚蠢的人类 就知道放尔料钓我们同族 不敢下来正面对决 既然如此 看我一个个将你们偷入水中 好强的力道 但是仅限于此了 自创吊法第一式 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确实有点意思 不足前进的神区居然能爆发如此力量 但你不过是人类 不是那光头还有几只动物 你又想拿什么跟我制比 水底龙卷 我就说吧 他们肯定不过是幸运而已 就比我们强一点点 要老板 就这些东西 我感觉我上我也行 这是要足弓你们突破的药丸 如果你们不甘心 就给我继续去掉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你们可不能给我钓链子 哼 哦呦 那边几个人不怕死 又过来了 你们怕了这事 哼 连千万斤大鱼都没有钓过 我们怕你个毛线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些人 师傅 要不要我帮忙 给他们开开眼 暂时先不用 我感觉我手下的大鱼不对劲 恐怕没用全力 等我力竭了 你们立刻续上 自创吊法第五调 龙之怒 接第一调 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不讲武德 不讲武德 年轻人耗子为智 哼 没想到你会用这么强的力道 既然如此 那我便稍稍闲识我的神 不讲武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况且我也松不了手 抱抱到屋 抱抱到屋 这次我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罪员 相遇十八条第六条 老奶奶准备我 哈哈哈哈 这群钓鱼了 看我给你们最后一击 神远俱可 爸爸救我 爸爸救我 要被鱼吞进去了 钓鱼狼好生的美味 要是再来多一些就好了 找了你许久 没想到你在这里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那可是五百万斤的钓鱼仙人 就这么没了 极为存在 开庆救救他们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他打比赛 水下我已经设置了结界 就算如强哥我这般强大 也不可能进入他们的地盘 你还是期待他们 能把下面的鱼钓上来吧 极为钓鱼仙人 我承认你们的实力 快些将他们钓上来吧 空口无凭 你们之前这么不相信我们 还想让我们帮你 至少也得表示表示 不然我们故意不小心 多拖一些时间 他们就要坚持不住 我出十亿 就当千金买马骨了 先说好 必须要把他们钓上来 不然一分都没有 哦呦 你是在小瞧我们的实力 嗯 有没有感觉不对劲 自从刚刚 水下的鱼力度明显变小了 至少我可没有招惹你 看你以为我像你一样 就想着吃掉鱼了 那你来这里做什么 那个老光头不下场 你就如此狼狈 如果那些人的鱼胆消化 你的死期就已经不远 不如发挥你剩余的价值 我凭什么听你的 就凭我后面的这位 怎么会 你居然也被困在了这里 力道又回来了 看来是水下的那条大鱼 在不断消化那两个人 哦呦 事不宜迟 大家一起来 我们再夹把力 乾坤未定 你我皆是黑马 闹钟一笑 你我皆是牛马 嘿嘿